第二十三集 一切仿佛都不曾发生,只除了宫殿外,少了两个人。 偌大的深宫之中,无端少一两个人,也并不是什么大事。 银子张在朱朱的住处没找到人,便急忙前往正全的洞府去。 他的正牌师傅尤千任正在闭关,此时是指望不上了,只有去寻朱朱的师傅帮忙,一掌风长老之尊下令彻查他的踪迹,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 朱朱十分胆小惜命,没有信任的人陪着是绝对不会主动离开英镑风的管制范围。 能让他信任的,整个圣志派只有他,以及裴谷暴法虎,勉强再加上荆棘人三个。 其他人就算是师父郑全,朱朱也抱有甚大的戒心。 银子张取出三道传音符,分别发信给这三人,很快得到回复,他们都不曾见过朱朱,唯一的希望只剩下郑全这边了。 郑全依然在那个顶撞的大厅中接见他,神情伟顿陈玉,听他匆匆说明来意,便吩咐一旁的福归取出本封的勘于星盘来。 福归知道事情严重不敢怠慢,很快就捧了星盘出来。 勘于星盘是一块两尺剑方的石板,板上刻了个直径两尺的圆盘, 盘内露刻着鹰棒峰一带的山形地图,一百多个小小的亮点分布在盘上, 每个小点代表的就是一名鹰棒峰弟子。 只要看这些小点的位置,就能大致知道对应弟子正身处鹰棒峰上何处。 鹰棒峰出产管理着整个圣治派的丹药,对于安全方面防范极严。 弟子在峰上活动必须随身带上腰牌,有这个腰牌在,他们的行踪便受到严密监视。 腰牌同时也是开启峰上不同法阵的钥匙,不同人的腰牌能够通行的地方也不一样。 银子张明白了堪于星盘的用处,顿时松了口气,不过当郑权指出珠珠的所在时,他就知道自己这口气松得实在太早。 珠珠,他在唱仙谷? 银子张的脸色阴沉得几乎可以滴出水来,二话不说,转身就走。 唱仙谷是鹰棒峰下一处与世隔绝的封闭山谷。 谷中常年,浓雾弥散,妖兽横行,珠珠没有法力修为,不可能寻正常途径入谷。 最大的可能性是直接从鹰棒峰上跌落悬崖,掉入谷中。 他这么个弱女子,就是从普通山上掉下来,也九死一生,何况是跌入这样一个山谷。 就算侥幸没当场摔成肉酱,也会被妖兽当早餐吃掉。 银子张几乎不敢细想他的下场,全力提速往唱仙谷方向赶去, 心中暗暗祈祷,猪猪啊,你千万要坚持住,不要有事。 时间回转到猪猪被舞爪灵鹫的尖慧刺入胸口,翻身剁牙的那一刻。 猪猪陷入昏迷,身体急速下坠,灵智却异常清醒,他两眼紧闭,却看到极为怪异的一幕。 他像一个被刺破的水泡,一股强大的无法形容的热流,似乎在他不知道的时候,已经在他的身体里酝酿,一下子终于找到出口,自他的伤口喷泊而出。 那不是鲜血,是光,是热,是一股仿佛足以焚尽天地的可怕能量。 伤人后,猛力挣扎,试图逃跑的舞爪灵鹫,似乎也被这诡异的画面吓呆了。 浑身僵硬,瞬间被汹涌而至的热流吞没,化作几缕白烟,连灰烬都不曾留下。 天地间都是刺眼的光,灼人的热,从伤口喷涌出去的热流,黏黏不绝,猪猪却莫名地感到一阵轻松。 就好像吃得太饱,憋足一肚子气,忽然打了个宝格,质闷保障的感觉顿时消失无踪。 只是轻松很快变成无尽的空虚,猪猪觉得自己随那股热流的飞逝一点一点虚弱下去,终于失去所有知觉。 于是他没看到伤口喷涌出的热流,化作无数火红的雀鸟的瑰丽奇景。 也没看到那些雀鸟拖着他缓缓飘落谷底,免去了他摔成肉酱的神奇一幕。 更没看到那些通体由烈焰凝成的雀鸟,在他安全着陆后盘旋凝聚成一个巨大的光团。 光团变换着形状,一只巨大的火鸟逐渐成型。 鸡头,燕汗,蛇颈,龟背,鱼尾。 奇特的组合却有着令人炫目败道的圣洁美态。 绚烂耀眼的长长尾语,仿佛支锦流泉般披散在半空。 就在即将彻底成型的前一刻,火鸟忽然抖了抖,似是极不甘愿地重新收缩,变成圆圆的一小团。 然后长出肥短的四肢,搭捞的三角形耳朵,细长的咪咪眼,凸起的鼻子嘴巴和又短又细的小尾巴。 猪猪身舟所有的牧石花草,在光团的照射下都已化成飞灰。 一股强大无匹的威压倾泻四方,将仕途窥探的各种妖兽吓得忙命奔窜。 畅鲜谷底,只剩一片死寂。 过了好一阵,威压慢慢消失。 猪猪静静躺在地上依然人事不知。 谷底发生的这一切,在那些神奇的浓雾掩盖下无人察觉,似乎只是片刻,又似乎过了很久。 猪猪开始恢复知觉,似乎有人抱起她轻轻摇晃,耳边传来熟悉的男生。 猪猪,快醒醒。 猪猪慢慢睁开眼睛,第一眼就看见一张熟悉的脸,那脸上带着她从未见过的慌乱紧张神情。 是银子张。 银子张见她醒来,长须一口气,紧缩的心脏终于恢复正常律动。 为了尽快找到猪猪,她是直接从鹰棒风悬崖上跳下来的。 靠着青森树帮助不断借力,平安落地,果然就在她落点不远处发现了猪猪。 猪猪身上没有任何伤处,只是胸前的衣服离奇地破开了一道口子。 银子张简单检查过她应该未受内伤,且呼吸平稳,并无性命之忧。 那一刹那,她竟有类似死里逃生的激动感觉。 她从来不知道,这个笨拙又不漂亮甚至有点丑的小村姑,竟然已经在她心里变得这么重要。 嗯,这里是什么地方? 猪猪茫然四顾,附近光秃秃什么都没有,完全一片焦土。 这里是畅仙谷底,你现在能起来吗?我们回到山上去再说,这里要瘦很多。 你给他们塞牙缝都不够。 银子张绷着脸道,今日的事处处透着诡异,就是这畅仙谷底也奇怪得很。 这附近好像刚刚被大火烧过,一丁点妖兽的气息都没有。 不过这里不是方便说话之处,谁知道有什么危险潜伏,还是先回到安全的地方再说。 猪猪猪听话的伸手撑地想起身,忽然觉得手臂被撞了一下,她吓了一跳回头去看。 却见一只圆滚滚可爱到极点的粉白小猪正站在她的手边,一双弯弯的咪咪眼似乎是在笑。 她,她,这是哪里跑出的小猪,妖兽吗? 天啊,这么可爱的妖兽,看起来哪里可怕了。 就她这么点小个头,被人吃还差不多,怎么可能会吃人呢? 银子张刚来的时候,就见这只猪蹲在猪猪身边,不过当时她心乱如麻,又不曾察觉这猪有什么威胁性,所以也没去管她。 这时猪猪问起,不耐烦地挑了挑眉道。 你自己的亲戚你都不认识了? 亲戚? 猪猪傻傻回了一句。 一大一小两只笨猪,不是亲戚,是什么? 她嘴巴怎么可以这么坏? 猪猪气急。 上来,我背你走。 银子张背过身,示意猪猪趴到她背上。 那只小猪似乎察觉到她们的意图,嘴巴一张咬住猪猪的裙脚,不可松口。 猪猪本来就很喜欢她,见她好像也不舍得自己,于是偷偷将小猪放到自己肩膀上,然后趴到银子张背上。 她不敢跟银子张打商量要带上小猪,只好先掌后奏。 幸好小猪轻得出奇,只要路上乖乖的不吱声不乱动,银子张应该不会发现。 那小猪似乎知道她的心意,静静扶在她肩头上,乖得出奇。 开始猪猪还担心她的小短腿抓不牢会掉下来。 随着银子张渐行渐快,她发现这担心纯属多余,也不知道小猪的腿是怎么长的。 也不见她多用力,竟然就像粘在她身上一般,无论道路如何颠簸都窥然不动。 今日的唱仙谷平静得出奇,银子张几乎畅行无阻地就带着猪猪翻过山林出了谷,然后抄近路返回鹰蚌峰。 到了安全的地方,银子张放慢脚步,终于忍不住一边走一边问道。 笨猪,你怎么走路的?怎么会从山上吊得畅心鼓去? 师父在闭关,你闲着没事往那边跑干什么?是不是有人害你? 他回过味儿来,马上就想到种种不合理处。 猪猪回想起之前的经历,吓得脸色清白,产生把昨日早上陈奎本吩咐自己送水上山给游千任。 他今日上山途中忽然飞来一只五爪灵鹫,用鸟会刺穿他的胸口,然后他就掉下山崖的经过说了一遍。 至于那些幻觉,他自己都很糊涂,就没说出来。 想起被恶鸟袭击的经过,猪猪后知后觉反应过来,低头一看自己胸口。 啊,我的衣服? 猪猪急急忙忙拉紧衣服,遮住走光的重点部位,真丢脸,竟然现在才发现胸口处的衣服裂开了一块。 银子张察觉他的动作,撇撇嘴道。 别乱动,不然掉地上,可别怨我,不知道你紧张什么,不就是衣服破了个口子,你那么凭,有什么可看的? 他之前以为猪猪受伤,虽然不见血迹,但还是特意看过伤处。 不过当时他尚在昏迷,什么都不知道。 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毒啊,他是伤员啊,还是刚刚死里逃生,饱受惊吓的伤员。 银子张看不见他气愤委屈的表情,哼道。 你胸口明明连条血痕都没有,那只该死的鸟呢? 猪猪顿时听出问题,坏蛋竟然趁他没醒,看过他的胸口了。 有没有搞错呀,他以后要怎么嫁人? 喂,我问你呢,哑巴了。 银子张继续追问道,一点不觉得自己说错了话。 跟恶霸说道理是没用的,猪猪很泄气,无奈道。 我不知道,我晕过去了。 他其实记得自己胸口里喷出火,把那只舞爪灵鹫烧成了白烟, 不过这一幕实在太离奇,他认定是幻觉,当然不会说出来。 什么都不知道,见过笨蛋,没见过你这么笨蛋,别人说什么,你就信是吗? 差点把他吓死了。 银子张回想起自己之前的惊慌失措,觉得很没面子。 对于那个骗猪猪上山的成魁本,更是痛恨。 本集播讲完毕,欢迎继续收听。